作为一个从小就有超级强心和力 去动物园看大象能被大象温顺的用鼻子拖起来的人 王俊凯过去天生就有一种非常受欢迎的气质 不但粉丝们超级喜欢他 就连小动物在他的面前都显得特别的温顺 作为联合国环境术的亲善大使 野生动物保护行动的倡议者 王俊凯和小动物们的缘分也是让人羡慕不已 前几天L杂志为王俊凯录制了一段视频 真的是快把小伙伴们的心都快融化了 从小就特别喜欢小猫咪的王俊凯 终于有时间一边接受采访 一边在屋指小猫的围绕下愉快的陪他们玩船了 看着王俊凯这么开心的和一群小猫互动 很多粉丝们都伤心坏了 纷纷感叹活得竟然还不如一只猫 其实不光是可爱的小猫咪 这些年王俊凯宠爱过的小动物 都还是非常的多的 从喵不可言的猫咪 到犬的自蒙的小狗 甚至到欣欣相应的大象 都和王俊凯有过非常甜蜜的接触 自称是猫科动物的小凯 是不是和怀中的可爱猫咪真的有几分相似之处呢 看着这抱小狗的姿势 真是专业的不行 一只手抱着 另外一只手还要托着 像抱着一个可爱的宝宝一样乱 路见不平 一定会拿出饼干来亲自喂小鹿吃东西 别人喂小鹿都是用手 我们小凯喂小鹿 却是用嘴巴轻轻咬着饼干 送到小鹿的嘴巴上 甜到无与伦比 对于小时候托举过自己的大象 王俊凯也是一场的温柔 非常细心的给大象洗走 而且大象仿佛有灵性一般 还会用鼻子亲吻它 表示感谢 在天坑阴列中和小凯 有过非常好合作的凶鹰 也是很受王俊凯的照顾 连这种看上去非常凶猛的动物 看着小凯的样子都是这么的寒形默默 我也是对的 不过对于小螃蟹 小凯可就没有那么的照顾了 蟹甲不留 蟹蟹品尝 就是我们常有的待遇 吃了我们也就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